古老的智慧和不朽的经典 剥开现实的迷雾 天亮时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时分之政论天下 我是章天亮 今天是2019年的6月16号 首先跟大家更新一下香港送中条例 大游行最新的消息 在这个 游行的终点 组织大游行的主办方对外宣布说这一次香港的大游行人数 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13万 就是比上一次又整整 增加了一倍 也就是说有30%的香港人现在都在 走上街头然后向政府施加压力 要求撤回送中条例 同时要求林郑月娥辞职 作为回应港府在晚上8点29分的时候发表了一个中文的声明 这个声明里面就讲说 港府现在已经停止了对送中条例的修订 然后说林郑月娥已经听到了 广大香港 市民的声音 将以最谦卑和最诚挚的态度来 向大家道歉 希望能够继续服务于香港人民 这里边有两个细节我觉得 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第一个他说 对于送中条例他用的 动词是停止 停止的意思就是说我把它停下来 但是能不能够继续开始呢 这还是有可能的 停止之后有可能在 将来再把它激活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看一看他的英文 的翻译中用的是什么样的动词去形容它 在英文中 大概是在隔了一个小时之后 出了一个英文版的声明 这个声明就是 说他们是suspend suspend就是把它挂起 或者说是暂停的意思 也就是说实际上香港政府的声明 表示他们并没有想 撤回 英文应该用withdraw 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表示 不再 讨论这个 或者是 修订这样的条例 所以现在香港政府其实并没有从既定立场上后撤 只是说 把它暂停了而已 第二就是说大家要求林郑月娥辞职 但是林郑月娥尽管 发表了一个比之前更加诚恳一些的道歉 但是她并没有表达任何辞职的意向 这里边我觉得 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就是林郑月娥其实她是否 辞职并不是她本人说了算的 因为在如此强大的民意的压力下 30%的人走上街头 一般来说 任何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的领导人 她都会辞职 即使是她本人不想辞职的话 她所在的那个政党也会要求她辞职 否则的话 你现在民怨这么大 如果大家 下一次在选举投票的时候你又不辞职 你会拖累 她所在的那个政党 所以就包括她的党内同僚也会给她施加很大的压力 但是林郑之所以不辞职 至少我们能够看到两点 第一点 香港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民主社会 所以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忽视这种民意的压力 这个其实让我想起一件事 林郑月娥其实她能不能辞职的话 她实际上是要靠中央点头的 我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 那是很多很多年之前了 看到一个有点像笑话一样的回答 当时在 中国呢我们知道中国的国家足球队大概是属于 全世界 表面上说是一个强队但是实际上是表现最差的 她有的时候会非常不可思议的输给一些很小的国家 中东那些小的国家像卡塔尔啊或者是说像 亚洲的泰国这样的足球队 然后呢就有记者在 新闻发布会上就问中国足球队的总教练 说你是不是会因为 这样的失败而引咎辞职 一般人的回答是说我辞职或者我不辞职 这表示他个人的意见 但是那个教练的回答是 我是共产党员 服从组织安排 也就是说他辞职和不辞职不是他说了算的 那么我们 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套在林郑的身上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林郑辞职还是不辞职的话 她是要受中共 高层的 同意或者是反对 所以呢前段时间就有一个消息说林郑北上深圳会见了中共的高官 实际上就是在政治局中负责 港澳工作的政治局常委韩正 据说林郑是向韩正提出了 辞职的请求但是 韩正没有批准 为什么韩正不批准呢 这个道理其实也 很简单 如果林郑月娥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竟然辞职了 那么也就是说 未来的香港特首 在接替林郑月娥这个 职位以后 必须要考虑香港的民意 而不光光是考虑中央政府的命令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特首他就不是能够 由中共完全控制和操纵的一个傀儡 这次我觉得就是林郑在强推这个恶法的时候啊 他犯了一个极大的 错误 当然 我觉得中共现在 内部的决策城包括这个听命中共的人 他也就是这样的智商了 他完全在这个政治操作层面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后路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2003年当时香港第23条立法强行推这个恶法 当时的这个前台人物是香港的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 所以在推23条立法失败之后的话 叶刘淑仪可以作为一个替罪羊被抛出来 现在香港没办法 现在这个林郑是自己 冲到前台 就是你连找一个替罪羊的机会说把现在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推出来 这样的机会都没有 他在操作上的策略失败 其实也反映出 他对香港 整个局势的错误估计 包括中共高层的话也就是这样的操作 智商也就只能做出这样的操作了 所以我想将来林郑月娥 也有可能她会 身体不好这样的原因 辞去特首的职务 这样对中共来说对它来说还能够保留一定的面子 这个事情它可能是一个小怪略事件 但是我们并不能完全排除 这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下面我想再说一下 就是这次香港的民众游行 展现出了极高的素质 我在Facebook上看到一支视频 当时 街上已经是人山人海摩肩皆冗了 人挨着人 但是在两样救护车要送人去医院的时候 就要从人群中开过去 这个人自动向两边非常有序的 闪出一条通道来让救护车过去 然后人潮就再度的合拢 所以这次那个视频 我在今天早上看到的时候印象非常的深 就是香港人在这次游行中 表现出的那种理智那种勇气 和他们的那种民主的素质 实在是非常令人赞叹 那么这个事情我想对于我们中国大陆的人 反思这样的事情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四点启示 首先我们就想说 抗争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就是争取自由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而且抗争是有效的 我们从香港现在民意压力至少取得的阶段性的胜利 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当然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很多人他就觉得 抗争虽然有效 但是抗争的话还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么我下面就想谈一谈 怎么样才能够减少这样的代价 这就是涉及到 我说的第二点 如果要是想 向中共抗争又不付出那么大的牺牲的话 我觉得民众可以做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民众首先要 对共产党的罪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哪怕是你自己已经认识了那么跟你的亲朋好友 跟你的同学、跟你的同事 要在谈论中能够表达这样的意见 我想私下表达这样的意见在中国大陆现在并没有危险可言 那么当然很多人他们在共产党的洗脑之下 他们可能对共产党仍然抱有一定的幻想 这个我就是想建议中国大陆的民众 去反复的阅读 这也是一个没有危险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他们都在自己的家里边 收到过 这个系统的反思共产党罪恶的书 就是由大纪元编辑部出版的《九评共产党》 那么还有《九评编辑部》所出版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样的书 有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大陆的民众会 在自己的家里收到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或者是光盘 或者是翻墙软件等等 当你拿到这样的资料的时候 我觉得至少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拿过来好好的读一读 读完了之后如果有翻墙软件的话就用一用翻墙软件 勇敢的去翻墙 去接触自由的信息 然后把你所看到的听到的和你想到的东西和你周围的人 亲朋好友 你所信任的人 做一下交流 这样的话我想你就会发现其实对共产党的这种厌恶 对共产党的这种 政权已经在等着它垮牌这种心思 不是你一个人才有的 我想当这样的思潮在中国大陆广泛传开的时候 其实这就是一个打破恐惧的过程 这个过程其实对中国的整个社会转型 变成一个自由社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想提的第二个建议 第三个启示的话呢我们就要知道 当抗争的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 这种抗争一定会造成最高领导层的分裂 这一次在香港我们看到很多建制派议员的倒戈 就是说他们现在 看到当时只有100万人上街的时候 就已经有至少6个建制派的议员要求政府 港府暂缓 送中条例的继续的阅读和修订 不要再推进这件事情了 那么 这次200万人上街我相信建制派中倒戈的会更多 那么如果在香港强大的民意压力会造成高层分裂的话 那么对共产党同样的规律也同样适用 也就是说 如果中国大陆能够有很多很多的民众走上街头的时候 当然这个事情还是需要 大家对共产党的认识作为一个基础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民意的话 其实在共产党的高层也会发生分裂 而当这样的一个规模 能够在街头出现的时候 镇压就变得不再可能 你现在香港这次200万人上街 相当于30% 那这里边一定会有那些 香港警察的亲朋好友、他的同学、他的同事 以前的 甚至是说他的 配偶的同事啊或者是他父母的朋友、同事等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知道他如果要开枪的话 就可能会误伤到这样的人 那么如果中国大陆的抗争最终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的时候 那么 那些真正想开枪的人他们也会想 我可能会误伤 别人的父母 那么如果别人也像我一样开枪的话 他们也可能会误伤我的父母 或者是我的子女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想让抗争能够达到一定的规模 这种 聚集的话呢首先是一种心理上的聚集 就是我们在心里面 要抛弃中共 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大陆民众可以做的 就是要给这些镇压的人 镇压机器里边的具体的一个一个的螺丝钉 就是 具体执行命令的军警讲清楚 就是让这个螺丝钉在关键的时刻运转不灵 很多人可能都听到这个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就是当时在二战的时候 当时在这个柏林墙 就是 冷战期间就当时这个 柏林周围的话有一个由东德政府建起来的一个柏林墙 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 他们想为了投奔自由就翻越那个柏林墙 当时二战的时候也有人说说他们杀死犹太人是执行命令 然后呢 当时东德的警察们他们也说士兵也说 说我们枪决那些 在爬柏林墙的人 是我们听从了上级的命令 但是在法官判案的时候 法官对那些开枪的士兵说 你虽然没有 能力决定 是不是应该开枪去打那个人 但是你有 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 也就是说人家让你开枪你可以开枪 但是你可以打不准呀对吧 我没打着对吧所以他过去了 这个是你能够决定的 所以实际上在中国大陆的那些警察 那些军队里面的人 他们都有这样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 也就是说 当你在为共产党暴政服务的时候 你可以比如说你是一个编程序的人 你可以让这个程序里面出现bug 就出现 这个故障 你可以让某些关键的数据 比如在存在硬盘上的一些关键数据丢失 你可以 就是在审查某些言论的时候你假装没看见 你可以在抓人的时候的话 你跑的稍微慢一点 你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可以做 这就是你能够控制的 我们要把这样的事情告诉那些军警 我们每一个人 现在都准备了一个小本 在小本上 所有 迫害我们的人和帮助我们的人我们都要把它记下来 你必须要为你个人的行为负责任 然后等到将来中国真的转向自由的时候 你会因为你当时的行为你是帮助了共产党 还是 帮助中国推动了自由 会因此得到相应的奖励或者是惩罚 其实真正我想在共产党内部 跟着共产党 就铁了心跟他干的人绝对是极少数 他们只不过是为了混一口饭吃而已 在这种混饭吃的过程中 建议大家好好的混 好好的干活的时候 这个消极代工 这样的话我想 也是在推动 大陆走向自由 就是这种消极代工的话是一种 推动自由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也非常积极的因素 第4点我想香港游行对大陆的启示就是 一定要 争取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这次香港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了 但是在中国大陆的话我想很多人他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一定要 能够有机会 向国际社会展示出一种中国大陆老百姓自己的民意 告诉那些国际社会 共产党不代表中国 我们才是人民 我们才代表中国 我们的意思才是中国最主流的民意 我们希望中国走向自由 希望抛弃共产党 其实在任何一个 这个国家在走向共产国家走向自由的过程中 这种民意的展现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如果你们自己都在用户共产党的话 国际社会的人凭什么替你出头 只有当你们表现出你们对这种自由的争取和渴望的时候 国际社会他们才能够有足够的理由 和你站在一起 并且给你提供必要的帮助 所以我想大陆老百姓能够想办法展现出自己的民意 哪怕是在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在用布干胶在电线杆上贴一个 我希望中国走向自由 我喜欢人权 我喜欢自由 我希望有法治 就类似于这样的帖子 哪怕就是说你趁人不注意的时候贴这样的一个帖子 在电线杆的后面其实都是 一种民意的展现 那么我想香港这一次游行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的启示 我觉得 我们 对香港将来这个局势的发展我们也要尽力的观察 但是我们每个人至少从现在开始可以做一件没有危险的事情 就是从自己的心里抛弃共产党 当我们不断的每天在自己的心里抛弃共产党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心里面不断的练习 这种 就是坚强的心理和 对中国走向自由这种坚定的信心 那么当真的有一天时机成熟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坚定的迈出 那一步 然后让中国真正的走向自由 这就是香港200万人游行对我 产生的一些启示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您对我们这个内容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您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